属马人一生辛劳,苦命难免,尤其在晚年,命运更显波折。 此乃命理中五行与八字的深刻影响所致。 欲解其命运之苦,需从五行的深刻质化以及八字的整体格局入手,探讨属马人在晚年的运势之起伏。 古人云,命由天定,运由人造。 属马者,生于马年,马属火,火生土,土生金。 火之旺盛,能够生土,而土之稳重,进一步滋养金。 然,五行之中,火克金,土克水,金克木,这一系列相生相克的关系构成了属马人命运的复杂性。 在一生中,属马者因火旺而土后,金虽然能被滋养,但因火克金之故,财富虽有,但难免会因火之烈焰而受到影响。 命理中,属马者晚年命运的波折,往往与五行中火与金的对立关系密切相关。 火煮热烈,金煮寒冷,二者相克,使得属马者在晚年时常遭遇健康上的问题。 火的旺盛,常常使得属马人不得不面临体力与健康的挑战,尤其在年老之时,身体的抵抗力下降,火的热量更加显现,导致健康状况难以维持。 此乃命理中的火金相克所致。 此外,属马者的八字中,若金的力量相对薄弱,则财富的积累虽有,但难以稳定。 金主财,而火克金,金的能量受到火的压制,使得财富的积累难以长久。 在晚年,财运的波动性显得尤为明显。 属马者可能经历经济上的起伏,晚年生活的安定性常常受到影响。 古人云,富贵荣华,一朝一夕而已。 属马者晚年时的经济状况,往往会因为五行中火克金的关系而变得不如意。 命理中的地支相冲,亦是属马者晚年运势的一大影响因素。 马在地支中与银木相冲,银木为牧主之神,牧主生火而克土,形成火木相克的格局, 使得属马者在晚年时容易遭遇各种困扰与波折。 此一地支充克,使得属马者晚年难以获得平稳的生活,常常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。 古语有云,天命难为,地支充克,难免波折。 属马者晚年的运势,常因地支的冲突而显得不稳定。 尽管如此,属马者在一生中的辛劳与付出,也往往为晚年的运势积累了一定的基础。 命理中,属马者通常勤奋努力,善于把握机会。 虽有晚年困苦,但其早年的积累与努力,常能够为晚年带来一些稳定的支撑。 古人云,一生辛苦,晚年方能有所积累。 属马者应当珍惜年轻时的积累,通过合理规划与管理,能够在晚年获得一些经济保障。 在健康方面,属马者晚年之苦,除了五行的影响外,还需注意生活中的自我保健。 晚年时期,属马者需特别注重健康管理,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适当锻炼身体,减少火的过度影响。 古人云,身体为本,健康为先。 通过科学的健康管理,能够减轻晚年时因火旺而带来的健康问题,提升晚年的生活质量。 此外,属马者在晚年之际,还需保持积极的心态与乐观的精神。 命理中的运势波动,虽难以改变,但良好的心态与积极的生活态度,将有助于缓解晚年的困境。 古人云,心态平和,运势自顺。 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,属马者应当保持乐观的心态,积极面对问题,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。 总而言之,属马人一生的苦命,晚年的艰难命运,源于命理中的五行相克与地之冲克。 活与金的对立,地支的冲突,使得属马者晚年的运势显得波折重重。 虽然晚年生活中会面临诸多挑战,但早年的辛勤积累与努力,能够为晚年提供一定的保障。 属马者应当保持良好的健康管理,积极的心态,以及合理的财务规划,以应对晚年的困境,争取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平安与幸福。 愿属马者在面对晚年的挑战时,能够以智慧与努力克服困难,实现更为圆满的生活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河南白马寺门上贴着一副对联,天域虽大,不润无根之草,佛法虽宽,只度有缘之人。 天域下的再大,所滋润的生物再多。 如果这棵草没有根部,那它也只能被冲毁。 佛法虽然广阔无边,但终究只会度化有缘的人。 所见所欲,皆是见识。 所得所获,皆是缘分。 一个缘字,便写尽了我们的一生。 有道是缘起风来天地涌,朝落人间世事空。 一切缘分,皆是命中注定。 特别在人到了四十岁之后,我们会慢慢地发现,缘分这种东西,该它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,它永远都不会缺席。 而不该它到来的时候,不管我们怎么恳求,都无济于事。 说得直白一点,上天想要度你的时候,你就像小船一般,快速地达到心之彼岸。 上天不想度你的时候,不论你怎么挣扎,也没有太多的作用。 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,在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这十年,上天会给你这几个提示,度了无数人。 四十五岁之后,你会发现,成败不过如此。 杨慎在《临江仙》中写道,是非成败转头空。 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 这世间的世事非非,成败得失,到最后都是一场空。 远处的青山依旧挺立,千年不变的夕阳还挂在天边。 其实,变得,只是我们自己罢了。 成败,得失,又算得了什么呢? 中年之前,我们会为了所谓的功名利禄而拼死拼活,完全没有想过这所谓的功名利禄到底有什么意义。 我们只是觉得,有钱有势,才是普通人该有的追求。 中年之后,我们会逐渐看透,无论是有钱人也好,还是有权人也罢,最终都会有离开的那一天。 既然如此,人世间的成败,不过是人生的点缀而已。 人,没必要整日为了成败得失而忧愁,更没必要为了一时的不幸而伤感。 四时而不惑,五时而至天命。 一切的不惑以及天命,都归于这四个字,那就是顺其自然。 四十五岁之后,你会逐渐不争。 林语堂在《风声鹤唳》中写道,不争,乃大争。 不争,则天下人与之不争。 争,是一种能力,而不争,则是一种智慧。 有太多的人,在人世的名利场当中,争个头破血流,到头来,也不知道得到了什么。 况且,一个人争得太多,不仅会惹来别人的针对,甚至会受到别人的排挤,本就是自讨苦吃的事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需要去争,就像刚到森林的猛虎一般,总想着虎啸山林,成就一番大事业。 如此,多碰壁,也算是人生的历练了。 中年的时候,我们就不会去争的,反而像水一样,慢慢地流动,从不着急,从不暴躁,反而多了长久的耐心。 因为我们知道,这世上所有的事物,都是争不来的。 属于你的一切,永远都会来到你的身边。 而不属于你的一切,哪怕你再强求,也不过是一无所得罢了,又何必有太多的执念呢? 45岁之后,你会接受自己的命运。 周国宾曾说,人生有三次成长,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,二是发现在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,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。 记得以往的自己,总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,所有的人都需要围着自己转。 后来,才慢慢地明白,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 虽然说我们有所失望,但我们还是觉得,自己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殊不知,无能为力才是常态。 人,只有经历过了不是世界的中心,以及无能为力这两件事的自己,才会慢慢地明白,接受平凡的命运,也是一种勇气。 懦弱的人,永远都不会接受自己的命运,还是沉溺于幻境当中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欺欺人。 可在自欺欺人,也无法改变现实。 所以说,接受自己的命运,那是所有人知天命的体现,更是上天赋予我们的魔力。 四十五岁之后,你会活在当下。 丰子凯先生说过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。 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。 如此,安好。 无愧于天,无愧于地。 无作于人,无惧于鬼。 这样,人生。 人,不能让心意紊乱,不能被情所困,也不必畏惧将来,更不要一直沉沦于过往。 一切的一切,都是没有价值的。 最有价值的,其实就是当下。 当下,就是过往以及未来的交织点。 既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往,也无法预知未来,那我们就只能在当下,默默地努力,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分。 尤其是到了中年的人们,明知道勉强会痛苦,明知道有些事儿完不成,那我们为什么不放过自己,成为当下的普通人呢? 放过,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 一念放过,万水千山。 一念执着,沧海桑田。 借用这么一首诗,轻使几番春梦,黄泉多少奇才。 不需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。 好了,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,请订阅生肖十二频道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。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